欢迎收听由飘剑为您播讲的《垂吊诸天》第三卷第59集 恢复本我 胡音看着这一幅护独自的杨清莲,只感觉到头疼 杨清莲可不是什么小女人,那可是杜杰期的大修士,论战力比自己还要强 当年杨清莲可谓是天则横溢,同时也是出了名的女魔头 被杨清莲盯上可是没有什么好下场 只是嫁人之后呢,杨清莲的脾气收敛了许多 当儿子出生之后,整个人倒还真是一副贤妻良母的模样 但是胡音感觉自己错了,大错特错 这杨清莲平日里表现的贤妻良母,那是因为在北风的面前 你可不要乱来,如今不为的秀伟已经达到了原因起 在家族年轻一辈中,实力足以排进前三 胡音心惊肉跳,好歹也是做了这么久的夫妻 自然明白杨清莲的脾气,那可是说得出做得到的主 同时心里也是暗怒 姨梦这个女人真是不知好歹,明知菲尔不能修行 还总前去挑衅清莲 真要是把清莲给惹急了,我看你怎么收场 我不要乱来,你们都准备把我儿子送到龙元城那样的穷山恶水之地了 还让我不要乱来 杨清莲怒急返笑 是不是认为我嫁到你们胡家之后,修身养性久了,提不动刀了 非要逼着我吐几尊老不死的忌天是吧 你不要乱来,你不为自己着想,也要为菲尔想一想 胡音心的一颤,听出了杨清莲语气之中的杀伐之意 以杨清莲的实力,击杀杜绝期并不是那么难,无上天仙不出 那么杨清莲的实力,可谓是杜绝无敌的层次 要不是因为生了是非,心思放在了儿子身上 说杨清莲现在半只脚踏入到无上仙 胡音也是不会怀疑的 我不为菲尔着想,当你来想吗 杨清莲看向了胡音,只感觉得很陌生 时间果然是最能够改变一个人的 要是当初的胡音也是这样一副模样 杨清莲哪怕有家族的逼迫 也是不会选择与胡音成亲 这些年你说说,你见过菲尔几面 杨清莲的语气不再那么锋芒毕露 双眼之中有着急许的失望 我这不是为了家族吗 我身为家主,各种事情都需要我去处理 胡音辩解着,心中有着几分悔意 但随即就消失不见了 对于胡音来说 这一个儿子不能修行 不能够巩固自己的地位 甚至两者之间寿命相差巨大 或许自己只需要闭关一次 出来的时候 这个儿子都已经化为了一捧黄土了 如此天差地别的差距 要是胡音只有这么一个儿子 或许胡音会对其上心一点 但是除了这一个儿子之外呢 他还有一个儿子 这个儿子天资纵横 潜力无穷 已经是开始展露头角 等成长起来 对自己的地位势力的巩固 能够起到很大的帮助 比起不能修行的北风 无疑胡不韦 哪一方面都要超过 胡音自然将其精力 更多地放在胡不韦的身上 很好 算我看错你了 杨青年不再干涉北风的事情 可是聪慧无比 已然明白了胡音的想法 无非就是北风不能修行 不韦才是胡音的接班人 这个时候 胡不韦从门外进来 目不挟视 孩儿拜见父亲 不韦 你来了 胡音的脸上露出笑容 只不过这个笑容 刺痛了杨青年 让杨青年眼底 闪过了一道红芒 杨青年转身离去了 没有打扰着 父子子孝的一幕 看着杨青年 默不作声地离去 胡音心里咯噔一下 这个女人 真要是怒火冲天 那反而是不可怕 可怕的就是 现在这一副模样 谁也猜不透 她在想些什么 不韦 回去告诉你杨 让她安分一些 不要再去招惹青年 胡音沉默半上 对胡不韦叮嘱着 孩儿明白 胡不韦点了点头 沉着冷静 背后的宅院越来越远 杨青年脸色平静 明白已经不可能更改 胡音 以及整个长老团的意思了 菲儿 就让为娘为你 杀出来一条路 杨青年霸道无比 整个人气息大变 恢复到了未出嫁之前 被称为魔君纳使 杨青年也算是杨家的一个艺术 杨家的实力不比胡家差 镇族功法就是青年剑歌 而到了杨青年的手中 杨青年却是另辟蹊径 将青年剑歌改得面目全非 整个杨家都用卷 偏偏地杨青年用刀 事已可想而知 杨家众人对于杨青年的态度 而杨青年也是一步步 靠着自己的完善 修为突飞猛进 喜怒我常 被称之为魔君 闯下了偌大的名头 杨青年明白 自己的实力还是不够 太弱了 弱到连自己的儿子都保护不了 今日之号 再无胡家夫人 有的只是青年贴魔刀 当我魔刀大成之日 我倒要看看 整个胡家 到底听谁的 杨青年 修为开始波动起来 青年贴魔刀 也是更进一步 这近千年来 杨青年一直卡在了肚结期 迟迟无法突破 而现在的杨青年 却是心境通明 周身气息玄奥无比 已经无限地接近 无上限的程度了 当杨青年 如今幡然悔悟时 这千年来的种种事情 已经化为了魔刀石 让杨青年心中的魔刀 更加地锋利无比 杨青年转身直接离去 心中也是充满了不舍 此去今年 不知何时才能够再见面 杨青年就这样离开了天仙城 胡音也不在意 只认为杨青年 不过是闹脾气 回娘家去了 但是北风却是 感觉到了不对劲 联想到之前 杨青年对自己所说的 北风觉得并没有那么简单 真是不让人省心呢 我都说了 只是不想修行 要是我想 杜劫不过弹指尖的事情 北风抬头看向了天空 你怎么就不信呢 一天两天 都没有杨青年的消息 北风也有些不适应 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算了 身为杜劫期 无敌层次的战力 足以保证安全 大不了 等组建起势力之后 再去寻找 时间一天天过去 很快就到了 祭祖的这一天 无数在外的 胡家族人 纷纷地赶回来 不然不惊 没有任何的意外 在杨青年离去之后 北风就像是 被整个胡家遗忘了一般 只是在祭祖这一天 才被想起来 其对北风的安排 早已经准备好 现在不过是当着 全族人的面 再宣告一次罢了 当北风收拾行李 带上家族安排的护卫 踏上传送阵之后 胡不韦的身影浮现 整个人 神色有些复杂 最终化为了悠悠一声叹息 终于离开了吗 胡家少主之位 我势在必得 尽管北风不能修行 对胡不韦来说 够不成威胁 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苍茫界太大了 天才地宝层出不穷 强者如通过疆之计 谁也说不好 要是北风得到什么机缘 又能够修炼了呢 听众朋友 拜托收听